大家好,欢迎收听播把洋葱大叔 我是这一集节目代理主持人心里边 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再一次在心灵洋葱圈单元见面 那上一次我们在心灵洋葱圈邀请到洋葱大叔跟大家分享 2023年国际苏菲营的研习点点滴滴 那今天这一集节目呢将会由洋葱大叔跟大家分享 他在上个礼拜也就是12月初 与他的苏菲旋转好友们一起举办的这一场活动 36小时接力与爱旋转庆典 这场庆典是为了纪念苏菲大师Lumi 816年名诞所举办的全球唯一一场世界创举 赶快邀请洋葱大叔来跟我们分享 活动两天令人难忘的经典片刻 欢迎洋葱大叔 嗨,各位不拜洋葱大叔的听众们大家好 其实在这一集录音的时间活动才刚刚落幕 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 赶快邀请洋葱大叔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精彩的活动的一些片刻 那有一些听众可能第一次听到洋葱大叔聊苏菲旋转 还是想要先请大叔来跟我们分享说 当初是怎么开始接触苏菲旋转这个途径的呢 你说的没错 因为刚刚活动才刚刚顺利圆满结束嘛 所以这两天哦 其实都还在整个在那个36小时的 那个从白天到晚上晚上到白天的 那个整个过程里 然后我觉得满满的那种感动跟画面啊 所以那个能量的状态好像持续 都一直还没有退 所以我现在包括现在在说话 很多的那种触动 很多的那个一些 反正他一直都涌现 然后我会觉得 整个让我觉得到现在能量还是饱满的 所以也刚好趁你这样的一个访谈 我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 太棒了 那其实我在就是洋葱大叔 就是也有在他的粉专 就是有分享他的 就是在这一次活动的一些经历 特别是关于活动结束之后呢 有分享一些影片 那稍后我们也请洋葱大叔来跟我们聊一下 说在这一次活动 究竟有怎么样的一种 这种很感动的这些片刻 希望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所以你刚刚第一个问到说 当初这一切的这个源头是怎么发生吗 那其实 简单的会说 就是大概应该在2000年左右 那时候历经就是我人生一个比较大的困顿 然后我内心有很大的恐惧 后来发现这个恐惧就是 害怕蜂巢有一天会倒掉 那这样的恐惧 然后再加上公司 我们人也渐渐增多嘛 然后所以我觉得在不管在内跟外压力很大 然后很多事情都发现 好像都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 那我就开始想要寻找一些途径 来帮助自己 后来在朋友的好朋友的介绍之下 到了印度去开始接触心灵方面的深入的课程 那在这接触这些课程中 突然有一天在佛堂看到 一群人在旋转 他们在旋转是在移动 但是我怎么感觉他们的移动过程中 有一份很深的灵境 这个灵境里面让我感觉到 有一份很稳的那种安定感 我就知道那个东西很触动我 然后我当下就试着旋转 结果转了一圈就跌倒 后来隔年我又再去 然后又看到不同的一群人在佛堂旋转 然后我四转 转了三圈又跌倒 所以跌倒那种就是沮丧 那种觉得 怎么这个旋转这么困难 当然会让我有点退缩 可是另外一个声音 他不断的告诉我 就是那个渴望 就是我想要经历这些人 为什么他们旋转中 会有那一份那么宁静的品质 而且这个恰恰就是我遇到的 我说的我内心那么大的焦虑 恐惧那个部分 没有办法感觉到那份安定感 我觉得透过想要深入 苏菲旋转这个途径 希望能够找到那个稳定 安定 后来机缘桥在2003年 就跟着我一路上 这个的一个伙伴叫Rafika 我们就到了Konga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 意大利老师Videa带领之下 哇到了那个Konga现场 那是那个路密大师 就是苏菲旋转的教派 他们传承从800多年前 开始把这个旋转 融入他们的教义 到现在已经有800多年 这个持续在目前的土耳其 Konga还在发生 哇然后那个发生 就是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旋转 一起做一些仪式 然后那一趟回来台湾 我几乎可以说用四个字 叫做脱胎换骨 哇 原先我旋转还会有一点晕 还会有一点不稳定 可是回来之后 我发现 哦我好像 好像找到了那个 你知道那个就是 好像你练功 好像就是很自然 就是哇你 You got it 就是你那个开窍了 然后就进入 然后那时候开始旋转 就非常非常稳定 内心也 那份安定感也慢慢找回来 哇这样听洋葱大叔 这样分享 好像 大概可以领略到 就是说 就是找到 以前有一个广告说 就是那个光 有点像是找到内心的 那一个 安定跟那个光的感觉 所以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段经历 想要再听更多的话 欢迎大家去收听 波巴洋葱大叔的 第五集跟第37集 洋葱大叔跟Rafika老师 都有在帮我们分享 这一段回忆哦 好那因为今年呢 是卢米大师的明诞 816年 那洋葱大叔和苏菲好友们 一起举办了这一场 苏菲旋转接力36小时活动 不过当初为什么会想要 举办这样的纪念仪式啊 这个卢米大师 对于苏菲旋转的 这些朋友们的一些意义呢 还有这个活动的意义 是不是也可以请 洋葱大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像我刚刚讲的说 是 因为这个传承 800多年都没有间断 那每年的10月 他们都会在 空亚 土耳其空亚这个城市 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庆典 是 哇一个月 一个月应该是陆续 那整整应该最重要是一周 大概在12月10号到17号 那尤其在17号最后就是 他们有一个就是刚好那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 包括就很多的包括大家会在一起 可能吟唱啊 然后旋转这些 好那为什么在台湾要举办这个活动 就是因为刚刚讲 我从03年然后去了土耳其回来之后 我觉得收到太大的礼物了 我自己能够那么深的进入那个安定 旋转那么自在 然后我就会跟Rapika说 我们从哪边得到这样的一个资粮 这么一个很棒的给我们这样support 我也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在台湾 让更多人能够体验 能够分享 那既然土耳其有这么样的800多人传承 那我就在想 我们在台湾是否也从我们开始 可以来象征性也好 或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也就是大概应该从2004年开始 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办 办到现在其实也将近就是20年 从来没有间断 那大概就是都主要都是8小时 只有在2007年如以800周年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次36小时 后来就停下来 之后都8小时 到今年我们决定还要再办一次36小时 是这样子 不过36小时要一直转 真的也蛮挑战的 那所以旋转36小时 这个36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 没错 它的意义非常的特别 这个相传也是在应该也是 这个传承也有800多年 就是Rumi在原来Rumi是一个 传统的苏菲的教派 它原来是没有旋转 后来有一天他遇到了他人生很重要的老师 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叫做好朋友 对 那夏姆是一个所谓的Nobody 不是Nobody 就不是 他很低调 他像一个影视一样 但是他把苏菲的 包括旋转 包括这种一种比较很自由 很怎么讲 跳脱所谓的原传统的苏菲的那种规范的 那种东西就跟Rumi亲郎相受也好 或是能够不断的带给Rumi很大的冲击 后来Rumi他就开始透过旋转 透过音乐 透过舞蹈 透过各方面 然后能融入在传统的教育 发展出一种新的 更强而有力的一种所谓的 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 他们的静心或仪式 好 那这个他一切的发生 为什么他的故事很传奇 就是相传有一次Rumi就是到了市集 然后他就听到那个铁匠 当 当 当的敲响 然后他不用自主的开始 他的脚就开始旋转起来 转啊转啊转 然后他一转 他就没有想要停下来 然后转 然后开始人们很多就围观起来 继续转 这一转 从白天转到晚上 晚上转到白天 然后再转 然后 大概转了36个小时 哇 最后 在三十秒那个片刻 他倒下来了 是 然后 Rumi也自己也看到 他自己倒下来 所有人也看到他倒下来 在那一个片刻 就传说中 Rumi就沉到了 所以这个36小时 其实某种程度象征 Rumi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师 可是某种程度也象征说 旋转这件事情 持续36小时 这个是多么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为了要 某种程度 其实我们就是景仰也好 或者要学习Rumi的这份态度 我们讲说求道也好 就是进入 它不停止代表 就是你一旦接触 你所谓的真理 或是你知道 你内在的途径 你就不断的深入 然后没有停下来 所以36的最重要意义是 这样的一个追寻的脚步 这一个所谓的 我们 它是一个持续 不间断的过程 是不会停下来的 这样的所谓的寻找 真理也好 或是我们寻找 所谓走入内在的 一个途径 它是一个永恒不止的追寻 所以我们在时候在想说 如果半36小时 某种程度等于就是 对Rumi最大的一个致敬 不过说真的 如果要转36小时 真的很不容易 普通人大概转三分钟 可能就头晕了 他Rumi大师可以转36小时 是啊 那这个就有趣 我自己试过啊 我最常能够转 大概两个半小时 也很久 然后腿跟那个就开始寒酸 然后一定会想要停下来休息 那我的伙伴呢 我们的苏菲朋友 你有一个很厉害 他可以转到四个多小时 哇 那四个多小时 真的要再转进去 应该说你要 你的应该肌肉也好 你的双腿已经痛到不行了 那我觉得 所以某种程度 吃36小时是超过人的极限的 没错 所以他某种程度 我们应该说 它是一种象征性的意涵 这个故事 想要告诉我们是 这个东西的精神 而不是要我们去 好像说 我一定要像Rumi 那我一定要转到36小时 其实不用是这样子 那所以 其实我们刚开始接触旋转的话 就杨中大师 有没有建议我们这种新手 要开始旋转 会从大概多久时间来 持续做一个练习 会比较好 我觉得应该是说 旋转这个途径 你如果看小朋友在旋转 他们旋转的很开心 也没有人叫他们 那慢慢我们现在在台湾 分享这个旋转 是把它当做一个 尽心的途径 那很多人 像我们如果在工作网 教他们 事实上很快上手的话 他转个五分钟 十分钟没有问题 那至于说转多久 我觉得那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刚刚讲 比如说你今天坐下来打坐 你打坐多久 你会觉得好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自己的感觉 那重点是在旋转过程中 如何去把握那个旋转 你要怎么样观照 你的轴心 就是你的重心 或是你 重心同时也是你的心 然后世界在转变 就像你的旋转 你这一转起来的话 你就发现 一直在转动 可是内心永远 有一个轴心 你去观照那个不动 那这个过程 你当要掌握到的话 快的话五分钟就进入了 那你要转到十分钟 二十分钟 自己想要停下来都没有关系 就是量力而为 不用做超过自己 觉得好像我一定要怎么样 其实虽然我没有去这场活动 但是我有看这一场活动 很厉害的直播 然后我发现 其实在场有在旋转的朋友们 他们的速度都是各自不一的 就是大家有自己的速度 有自己的方式 然后 其实我也很好奇 是不是 这个状态 就是当我们旋转到一个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也不需要太用力 就是可能就会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规律 在做一个律动 是这样吗 比较重要应该是 刚好我们这次有一个 我的老朋友 他在问我 他也是在场上旋转 可是他说他最近旋转都觉得 转得全身的肌肉很僵硬 问我为什么他看到我也好 看到有一些朋友 他转起来就会觉得很放松 我跟他说 其实这个跟旋转的技巧没有关系 这比较是你当下 或是你这一阵子的内在的心境 那我说其实旋转有一个要领 我常常讲就是Let it go 如何能够让自己 就是能够像孩子般的那样的放松 柔软 那这个部分是跟你的日常生活中 怎么样能够 应该不是想 你说我透过旋转 想让自己更松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 你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去回到去 透过游戏也好 透过一些 慢慢的感知 说我们人 其实到大自然也是一个 很好的支持 或是感受到像我们在 旋转工作 比如说教大家 一起共同做一件事情 然后每一个人在团体里面 觉得有一份支持 有一份安全感 他人就会松很多 大概我这样跟他讲过之后 他就get it 他就明白 然后他就觉得 这样再下去旋转 人就会更放松 所以旋转的途径应该是 如果你越能够在生活中 或是越能够在大自然 感觉到那份安全感跟支持 你就越能够放松的旋转 那相对的 当你越放松旋转的话 你透过这样的练习 持续 就好比说20年前的我 跟现在旋转 最大不同 当然你的身体 因为它已经内化 旋转已经成为你内在显化的 或是说所谓活出来 旋转透过你 展现你自己的一种样貌 那慢慢你的身体 透过旋转就可能也越来越松 这是有可能 了解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 可能日常生活很忙碌啦 或者是课业压力很重啊 你可能不知不觉 整个人肩膀会怂起来 然后就会紧张起来 然后步伐会变快了 说不定可以开始试试看 像苏菲旋转这样子的活动 让你可以身体有一些舒展 然后你可能心境 也可以慢慢跟着这个旋律 这个律动来做一些调整 那其实这一次的苏菲旋转 接力36小时过程里面 有没有发生什么 让洋葱大叔印象深刻的故事 然后我听说好像现场 有念诗跟音乐演奏的桥段 而且这个诗人是来自伊朗 我觉得超酷的 就是请洋葱大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36小时过程 有好多好多的发生嘛 那这发生当然 我才说一开始上节目的时候 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说哇到现在很多满满的感动 还有那个很多的画面 都会是你 应该2023年应该最感动的一个记忆 哇好棒哦 赶快来说一下 对啊那到底有哪些 是那么让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当然是从刚刚讲说 比如说你自己看直播 那当初要做这个直播 老实说是不容易 因为直播是要有要 我们有现场的画面 比如说演出的画面 旋转的画面 然后还有连结到跟全球 全球我们是全球连线 这个直播不是只为了台湾 是 他当初的意义说 第一个是想到旋转这个发生 它是我们从土耳其 回到台湾 那台湾有机会办这样一个 所谓全球唯一的一个创举 我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当然想要连结 我们在土耳其认识的那些国际的友人 不管是土耳其 意大利 不管是这种希腊 这些朋友们 还有更重要是在中国大陆内地 也有好多的一些旋转朋友们 他们是不是也有机会跟我们 我们在台湾 他们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共同旋转 那当然我们也考虑到在台 台湾本身也有好多人 因为工作或其他住中南部 比较没办法上来 那他们也可以借由这个直播参与 那我那时候觉得触动的是什么 是我自己在那个旋转 然后我们的那个直播画面 当打出了这个某个 比如说来自在成都 有一个我们的朋友旋转 然后一下在意大利 朋友旋转 然后还有看到很多人上线的 有不同的国家 你知道那个东西 你会觉得 哇 它不是在一个台湾 某一个地点宜兰而已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联动 那这种联动就是 你看哦 地球本来就是在旋转 那如果想象中 在我想象中 现在是一个开始 未来如果我们让这个 全球连线是持续的话 全球的每一个地方的现场 都有人在同一个时间旋转 那代表就是 我们一起跟着地球旋转 这个感觉真的让我 非常非常非常 感觉非常非常棒 对 这个是我觉得难得的啦 那我要说一下说 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 这个就是做导演的 直播的导演叫启光 他本身原来是在内地出差 大陆内地 然后他为了这场直播 他特别赶回来 然后就是只是为了 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他也是一个 很有名的AV导演 那为什么做这个 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所以再怎么 工作再怎么忙 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回来 那当然不只是他 回过来讲就是好多 这次因为要办36小时 你就想说 那三小时从白天转到晚上 晚上要转到白天 那如何让这样的过程中 第一个不会觉得太单调 无聊 第二个又能够 除了我们 因为我们主要的都是播放音乐 那音乐本身 当然是很好的知识 可是如果是一个 live现场的演出 那个能量 饱饱的在现场中去散发出来 对所有在现场旋转的伙伴 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那么当然也对很多 第一次接触旋转 或是他们没有 不会不想旋转 但他们想要来看看 这边发生什么的一些家人 朋友们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这一次 总共邀请了大概六组 六组到八组的音乐人 来表演 那这些音乐人 我觉得他们很棒一点是 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协会 然后办的几乎有点像 公益性质的活动 然后所以每一个人 并不像我一般 他们去参加活动 拿到丑牢 我们只能象征性的 给一些车马费 结果所有参加音乐人 都没有话说 他们就全力挺这个活动 那你一开始讲 没有错 那在这些音乐家 来现场表演 当然都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融入 也非常支持到我们的旋转 那其中又有一个就是 来自伊朗的一对夫妻 叫做阿里跟莫娜 那阿里他本身 因为他们是伊朗 伊朗就是 他们的语言就是波斯文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 那八百多年前 卢米生长年代 就是波斯的帝国 那时候他所创作的诗 他所完全是用波斯文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让阿里在现场 然后读着 Rumi的诗 这个部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Rumi不只是一个 苏菲的大师 他同时也是 全世界非常有名的诗人 他的诗集总共有一万多首 然后他的诗 常年都在Amazon的这个盘榜 算是非常经典的畅销书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诗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哇 现场有一个来自伊朗的 阿里先生 然后他朗诵着 Rumi八百多年前写下的诗 用他的语言 这样念出来 然后他的妻子 他的太太就是Mona 然后敲着这个苏菲谷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挑选的一些背景 就是伊朗的音乐家 创作的音乐 哇 在那个将近一个小时的演出年 我就在台下旋转 感觉上真的有一种跨越时空 好像Rumi来到现场 然后跟我们一起的那种 那种共鸣 我觉得洋葱大叔讲得好好 我好像身利其境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在看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也觉得 这个这样子的串联 其实真的很有趣 就是好像 没有在 就好像一个跨次元 跨时空 然后真的回到八百年前的 就是Rumi身边 然后去感受这样子的 苏菲旋转 然后还有那样的诗文 那样子的感动 那其实我 我其实有一些小小的study 就是其实有一些 我们知道的乐坛的名人 对Rumi也是非常的推崇 比如说玛丹娜 他其实之前有曾经录过 就是他在一张专辑里面 他是有念Rumi的诗的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Rumi的诗真的很棒 就是一种很优美 又充满自由的感觉 大家可以去体会看看 你讲到这里我可以分享 Rumi有一首非常喜欢 非常短 然后又非常深刻 就只有一句话 他说 爱 被爱 与爱本身 合而为一 就是成为一那样子 那事实上我们在旋转 也是进入那个一 那生命的面向 爱就是你爱人 你爱付出 然后被爱 你接收 那爱本身 你看 三者合而为一 其实这个部分是 这样的一个字句的意涵 很深刻 真的 又让你觉得 其实我们在经验 舒菲玄 或所有在做36小时 这样的event里面 这个过程 都在体现 这三个面向 最后就是合为 那个一的一个过程 是 真的 这感触真的很深 大家也可以体会看看 那其实 大叔的脸书 也有特别分享 跟大家一起擦地板的影片 然后 小编在这个过程 就是也觉得 好像真的很有趣 就大家一起 黑熊黑熊 一直自己在擦地板 我想 请洋葱大叔 跟我们分享 这一段回忆好吗 对啊 要办一个活动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这不是说 比如说 风潮 因为我带着风潮同仁 变成像一个工作 或是一个公司的 一个事业 它是一个 比较像一个公益 或是像我们的这种活动 活动 怎么讲 这种活动必须找来自 就是我们的书费好友们 大家是来自不同的 他们的工作 可能是老师 可能是自由业者 那他们等于是利用 他们自己的时间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那我们活动是礼拜六开始 我们礼拜五下午就到现场 那场地很大 那可是就第一个感觉说 哇 隔天大家都会在现场 要旋转 而且旋转完 当下就坐下来 或是要躺下来 对 那我们就觉得场地 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要想办法 用自己的方式来整理跟打扫 那那时候觉得 我是觉得地板上就觉得 感觉上 因为可能他们刚弄完 然后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干净一些 让这个场地 或是让它整个进化那个空间 后来我们就去买了18条抹布 然后我们大概有 18条 对18个人左右 然后我们就 那个场地 因为很大嘛 是 然后我们第一个想到画面就是 你有看到日本人他们在插 那种核实地板 就从这边 对 路路路路路过去 对对对对 我们看那个像公启军的电影 那个千询 他不是就在那边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提出这个idea 说 我们等一下大家这样 我们18个人排 排个18人为一个队形 每一个抹布 抹布大小大概就30公分 然后我们这样推过去 再推过来 那这样大概就可以完成 大概可能三分之一 然后之后再来再一次 然后之后再一次 这样总共大概推这个五六次 应该就可以 然后所以大家 你可以想男男女女 然后都来自不同的岗位 然后我们就从这一头到那一头 大概有 应该有20公尺 应该有 真的有 然后我们在推的过程中 那你就会发现 大家那时候开始 就已经有点像小朋友了 那共同就是 然后发现 一杯 亲 然后 过去的时候 有些年轻人可能比较厉害 因为药力比较好 年纪比较大 推比较慢一点 然后就开始很多的嬉笑 玩乐 然后一遍过去 一遍过来 那时候我自己觉得 后来回看 我们有请那个导演 启光帮我们录制 然后发现 这个过程 真的大家 就是好像感觉 回到像孩子般的 那样的放松 然后有一种很 playful 然后大家共同做这个事情 是一种 不是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开心在一起 那这个开心在一起 就回到我 才会说 这个感觉就是 我们从那一个片刻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宣传 因为宣传的意思就是 我们已经心跟心 已经在一起 而且我们一个是回到 像孩子般 我们讲的 一个心法很重要 就是你要能够放开自己 然后感觉到 哇 你是在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氛围 一个整体的氛围 是我们共同完成了 这个场地整理 同时我们一群人 又共同的去做同一件事情 然后共同支持了彼此 那个东西 就是在苏菲选招 这个道路上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从礼拜晚上 还没开始 三十六十小时 他已经开始了 其实听洋葱大叔这么说 我就回想到我们 就是今年是2023嘛 那过去这三年 大家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又是戴口罩 又是隔离呀等等 其实好像不知不觉 你开始跟身边的人 有些距离了 所以其实当我看到洋葱大叔 分享这段影片的时候 我也真的很感动 就是说 大家是肩并肩 然后一起整理这个场地 而且这场地真的非常大 不过说到这个场地啊 就想要先来问一下洋葱大叔 当初我们这一个场地是选在那个 宜兰赋生里山远区 那我也蛮好奇的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选在这边 举办苏菲选转36小时的这个活动 旋转的发生 如果是一个那么多人要聚集 比如说有希望同时场上 有30到50个人旋转的话 那场地以我们讲 就是需要大概80到100坪的空间 那以台北市来讲 几乎是没有 要不然就是说 有些可能你想 到体育馆那个费用又太高 或是有些属于那种 比较怎么讲 就是那种粗糙的水泥地也不行 它基本上旋转应该在两个地面 一个就是木质的地板 另外一种最好就是像那种 光滑的大理石 那大理石那个 那个也很难 对 Anyway就是说 那对我个人来讲 还有一个是说 本来旋转就是一个 静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聚会 如果能够在一个安静的 特别是在大自然的场域 就特别好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半年前 跟富兰朵这边 其实我们都一直有保持联系 而且富兰朵难得是 他们把旋转 这样的一个内容 带入他们的一种 好像他们的 不管在富兰朵里 这个所谓的乌来 他们有 让那个来 他们的住宿 泡汤 然后里面还有包括 节目的观赏 导入像类似 幽伦神鼓的演出 那种击鼓 然后还有 苏菲旋转 仪式 还有宋波等等 所以他们本身就在做事情 然后后来有一次他邀约 我跟Rafika 然后到他们新的这个地方 叫富森里山 然后去住一晚 我第一个就被那个地方 我爱上那个地方 原因是因为说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大自然 然后那个场域 就是在雪栓山脉底下 然后那个空气环境 真的非常好 早上我记得走入森林 然后有好多好多 我没见过的蕨类 有的是野生 有的是他们也在那边栽培 然后好多那个 他们有那个野生动物的 那个嘛 竹鸡 然后你从那个地方 因为它是 原先是在宜兰一个 叫做螃蟹博物馆 然后它那个位置又 有点像在一个 山区里面 然后斜坡慢慢往上 你慢慢走走到上面 哇 可以看到整个龟山岛 跟蓝阳平野 好棒 视野很辽阔 所以 好 那我们回到那时候 邀请我们在那边 我就发现那一栋建筑 主要是安排住宿 一到三楼 那四楼 他们原来就是 好像没有在用 就在顶楼嘛 当个仓库 我就跟 他们董事长建议说 如果这个地方 能够来做一个 能够有这么大空间 那不只是 如果用地板的话 木质地板的话 不只是书非 包括像瑜伽 包括很多灵性客人 包括很多国际老师 如果来的话 能够在这里举行 我想他们应该可以感受 台湾真的 可以有世界级的这种 所谓的灵性的场域 让支持很多的团体发声 我这个建议讲完 我没有想到 他们动作很快 他们就用不到 大概半年的时间 就把这个场地 给整理出来了 那这样 大家没话说 那原先 在没有整理场地 他们就 就我刚刚讲 为什么描述那个 我很喜欢 他们就是一个生态园区 平常就是开放 别人可以在那边住宿 然后他们白天 就会带他们去 导览这个蕨类 导览这个所谓的 还有艺术 刚刚我讲的这种演出 通通都在这个发生 那现在加上 有这个场地之后 我觉得未来就是 原来这个地方 是很适合 灵性的团体 可能共同在那边 举行一些活动的地方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这一次 36小时 也等于某种程度 我们第一次 在那边举办 同时也是他们 这个场地 开幕以来 第一个办的这种 大型的 灵性的一个聚会活动 好棒哦 那其实刚刚我们 也聊了很多 关于这一场活动啊 还有关于这个场地啊 那我想这一次参与的 应该说伙伴们 应该也蛮多的哦 除了洋葱大叔本人 你觉得非常的感动之外啊 有没有听到 关于参与的学员 还有这些伙伴们 跟你分享 关于这一场活动 他们的感觉 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 很多不同的 像度跟不同的 比如说 三四六小时发生 有旋转 有现场演出 比如说还有像 我们第一天 下午招待了 像在 富兰多那边 他们有五个 VITP的家全 然后他们带了 小朋友过来 然后父母亲跟小朋友 小朋友看到 大人在那边旋转 他就开始转起来 那个画面 让我还蛮触动的 因为孩子们 本来天生 就会旋转 所以 是我们大人人 因为比较尖嘛 所以现在才要学习旋转 对孩子来讲 旋转 是不太需要学习的 那另外来讲 就是我们这次 为了让36小时 就是能够 不只是给 已经会旋转 参加 而且是希望 不会旋转 他如果透过36小时 你能够参与 所以我就跟Rafika 决定说 那我们就在这两天 同时办两个 一日的 书非旋转 工作坊 对 那 十月二号 一次 然后十月三号一次 那这两个工作坊 第一天是由我亲自带领 总共来了将近 三十个学员 那我觉得 在带这个工作坊 过程中 我们是这样 我们在四楼 是在36小时的 现场旋转 对 然后我们的一楼 我们就举办 这个工作坊 那工作坊 大部分来的人 包括 风潮 也有两三个同事 也来参加 那大部分他们是 没有旋转过的经验 那 我就 就要试着把 我这个 二十年代的一些收获 一些心法 希望能够 传递 或是教 算是分享给他们 是 那在事后 刚刚讲说 那个触动 就学院给我 很多回馈 我们在下午活动 一天的结束 那个过程 很多人就会分享 其中有 我觉得有两个 我觉得想要提出来 一个是 有一个很年轻的 一个女生 她说 她做 在我们旋转 我们还 我们练习旋转 有一个很重要 到开始之前 我们会有 教大家一起做 Zik Zik 是叫咒语 这个咒语或是真言 它就有点像 像佛教 我们都有 这些咒语 我们叫做真言咒语 对 那在苏菲里面 也有99个Zik 那其中 第一个 我教他们的 带领大家的 也是最简单的 叫做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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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翻译就是 yes 哦 就是嗨 那如果再更深的 去传递这个 yes 就是 对生命说 yes 那我就带领他 每一个人就是 彼此握着 彼此的手 尾成一圈 然后当喊嗨之前 就是等于 头往后昂 然后 都是站着 然后嗨的时候 全部人就是 稍微把头 就是往前 嗨 滴下来 然后在那嗨的一声的时候 你做大概十多分钟 他刚回忆说 他后来在参加 一整天活动的时候 这个嗨的声音 一直在他里面 不管是他旋转也好 他静坐也好 他始终都觉得 这个声音 这个嗨的本身 对他有很大的支持 嗯 那我 我常常分享说 这个咒语 你看一个字 那么简单 对 可是又那么 熠熠的深邃 是 怎么说 就是 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 不管你 包括甚至你碰到的 很多挫折 对 其实你都记得 还是对生命说 yes 包含的就是 你不断的 去所有的 去接纳 肯定 所有的发生 这一切 都是 有他的意义也好 或是对你来讲 这些都是好的 对生命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对生命说 yes 另外一个 我带他们做的是 我们两两相对 然后一起做 然后眼睛要看着彼此 对 然后做的时候是 双手先抱着自己的 在胸前 然后念出这个咒语叫 Ya Azim Ya Azim Ya Azim 那当你讲 Ya Azim的时候 双手打开 然后看着对方的眼睛 你知道这个咒语 我非常非常爱这个咒语 尤其像我们这一次 在北翼啊 我们就是在大自然里面 然后对着 对着山 对着溪水 对着包括我们的伙伴 说着Ya Azim 那Ya Azim是什么 他的意涵就叫 存在透过你是如此的美丽啊 哇你知道这个咒语 好多人他们好喜欢 喜欢到会回来跟我讲说 他们被这个咒语深深的感动 然后也觉得自己是这么的美好 你知道这个咒语不只是鼓舞着别人 也鼓舞着自己 而且他 他是 他这个简单一句话 然后就回到我 我记得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大师 说过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 我也每次在分享 就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 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 就像一朵野花 我常讲一朵野花 他就独自绽放 没有别人看他 对不对 他一样开得很灿烂很美丽啊 对 所以那个活出生命中的精彩 是由自己定义的 而不是说别人觉得你好不好 那我就简单一句话就是 你本来就是独一无二 你就是非常非常美丽 然后再透透那个练习 我想大家更能够感受 不只是自己的美丽 也看到别人的美丽 然后我们就看到 整体在一起的那份美丽 听完大叔这一番分享 觉得很像醍醐灌顶 对啊 然后还有还有 还有我们就是 你看我们扮三十六小时 要扮的话 那很多人就是包括我 我们旋转大概都会超过 我们平常的量 想象三十六小时旋转 接力马拉松什么意思 他如果以马拉松全马的话 大概应该是六到八个马 全马拉松 那以我 我这样三六算下来 我大概两天加下来 我大概旋转应该超过十个小时以上 对真的真的 那我们其他同伴 当然也是有人八小时 有人十二个小时 不等 那怎么办 那我就想说 哇这个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有没有安排什么东西 可以帮这些加油 因为我们是排帮 疏压 结果我们就设了一个 按摩工作室 然后要来我两个很棒的朋友 就是伦伦跟佩华 他们就在帮忙 就是大家好像有点想 跑马拉松 转转转 累的时候可以进去 稍微把那个腿啊 腿部的筋肉舒缓 然后在那二十分钟 他可能好好的休息 休息之后 然后再出发 结果后来也是这些 旋转到的朋友 他们跑来跟我说 就是他们觉得有这个 按摩这二三十分钟的支持 让他们可以 这样继续觉得这个好棒 所以我后来就跟他们说 以后只要我们办 不管八小时三十 我们都要设有这个叫做 按摩马拉松 这个马拉松是什么 就是马是马一样 拉就是拉近的拉 松就是松 马沙基马拉松 马拉松这样 帮助大家放松 然后就休息后再出发 这个也我觉得也很棒 然后再来当然就是 我觉得看到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 刚刚我们说孩子们参与 其实在我们现在 一边在旋转 我们觉得孩子们 其实是 他是本来就是我们最宝贵的 其实从孩子身上 尤其他们在旋转 你就如果能够感受 看到孩子那份放松 其实你就能够体会旋转的药异 所以看着父母亲 我刚讲第一天下午 还有第二天 像我的好朋友 那个Ted的 这个创办人夫妻 他们Ted 就是Prane跟Deal 他们就带着他们两个小孩 然后就到现场 然后孩子们到了现场 当然他们也是喜欢 就是跟大家 就坐在那边聊天 特别喜欢吃东西 可是他们看大人转 他们也会跟着下来转 或是他们在那个时候 等于从小就看到 这群在做什么 或许他们不了解 可是他们也慢慢的 好像就在那种氛围里面 耳濡木然 那我就常会想说 这就是未来的苏菲第二代 希望未来能够接班跟传承 这个我想大家也蛮触动 反正整个这个36小时 最后在 我想大家就是在结束 我们围城一圈 然后同时大家就给自己 彼此拥抱 还有很大的鼓励 跟那个 那个 开心的庆祝 那时候我记得 我们就来一个三个 爱的鼓励 这样 真的不容易 但我们真的都顺利圆满完成 那一刻的 好像你就好像跑一个 把接力马拉松完成的话 那样的一种 欣喜 然后我觉得 重点不是到达终点 而是 那个过程中 从我们开始一起 在擦地板之前 我们筹划这个已经有半年多 那么有先从我们 大概三四个人 投入 然后到后来 十多个人 然后最后现在 总共加起来 一百多人次 完成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过程真的 太值得珍惜 也太令人深刻了 所以这些都是 点点地地在心头 这样子 哇 刚刚杨冲大叔 分享的这些都好精彩 我想要 就是特别回应 就刚刚杨 杨冲大叔有说到 就是跟生命说事 这件事情 因为我想可能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 可能不是那么顺遂 但是有的人 可能会因为 内心很恐惧 说 怎么办呢 我这个东西错了 怎么办呢 我可能错失了什么东西 可是 其实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也有邀请到 怀斥老师 来为我们念 卢米大师的诗 就是对生命说事的 这样子的精神 其实我们 虽然是这样 很浅显的 跟大家分享 这一次 36小时的 苏菲旋转 其实 在这个谈话里面 我想 杨冲大叔 也跟大家 分享了很多 这些 看似很平淡 那他其实是 对你的生命 是有很多很多 启发的一种 一种分享 我想 大家可以 慢慢的重复 听一下这一集 你可能会有很多 不同的感觉会出来 你可能可以有些 想法 也很欢迎 在这一集底下留言 跟我们互动 那 除了这一次的 苏菲旋转 36小时活动 还有之前 您提过 就是之前 也有办过 这个36小时的 这个 旋转接力活动 那杨冲大叔 还有没有参加过 其他关于 比较特别的 Rumi大师的 纪念仪式啊 嗯 我前后 回去了 土耳其七次嘛 那这七次的 就是在 12月份的 这个Rumi的庆典 那我简单的 还是讲一下 Rumi庆典 就是它的发生 为什么会让我想 台湾办这个活动 而且还加入了 后来不是 现在要了 六个八个 音乐团体来参加 就是我发现 原来那个是 一个灵性的event 一个活动 然后每年的 12月10号到17号 然后在空亚 那第一个就 它吸引了来自 全世界各地的 苏菲团体 都是所谓的 苏菲教派也好 或是喜欢 苏菲旋转的朋友们 汇集到空亚 这个城市 然后那个城市里面 大概 你可以想象说 它不大 可能maybe就是 用台北嘛 不见得 应该用 比较小一点的感觉 就是 反正不是很大的城市 那你可以 大概在七八个 或是十个以上空间 然后不断的都有 这个所谓的 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干嘛 一起唱颂 Zik 然后一起旋转 然后之后在 17号的时候 所有人 会师 聚集在 Rumi的博物馆 然后共同做 Zik 然后共同旋转 然后来用这样的态度 来纪念Rumi 那我说这样的活动 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难得 然后有好几年 他们甚至就为了 因为Rumi 这个活动 他们举办了叫 Misty Music Festival 一个神秘的音乐节 邀请了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灵性的 一种音乐的表演 包括印度 包括 这个 非洲 包括 其他国家 像阿拉伯的 其他国家 过来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会让我起发说 其实我知道 在全市各地 包括 我FM即将 要去参加的 一个灵性音乐节 还有我之前去过 这个 摩托哥 它有一个神秘音乐节 那我觉得 神秘音乐节的 意义 其实它就是 基本上就是 灵性音乐节 然后又刚好在 那个 那个 土耳其 空亚 其实那个东西 非常的 意义非凡 然后又深刻 那所以我就会觉得 在台湾办 生16小时 其实我们开始 导入这样想法 就是 或许在我的 一个梦想里面 就是如果 未来还持续办 36小时的话 有没有机会 让它到 某一个程度 变成也是一个 灵性音乐节 很多人可以来 而且是 你不是为了 旋转而来 都没关系 你是为了来参加 这个灵性的音乐活动 透过这个活动 也可以帮助你 去品尝 这些 灵性音乐家 所带来的那份芬芳 也可以帮助你 更深入的去 去接触自己 对 哇 听起来好棒 好期待可以 以后有这样子的机会 参与这样的 灵性音乐节的活动 那其实 我在看杨中大叔 他的这个粉砖 有在分享这个影片 就是说 每一年啊 就是每一次 这个苏菲旋转 接力36小时之后 都会播放一首 这个 关于西蒙鸟的 这首 一张专辑 那我本身 也是很喜欢 西蒙鸟这张专辑的 但听说 好像西蒙鸟 这个 是这个是有一个典故 有一个故事的 是不是可以请杨中大叔 来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故事是什么 就我们从2004 办到现在20年 然后 仪式总会有一个 就是 很特别的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纪念 或是一个在 这个活动的尾声 我们以什么方式来 纪念也好 或来 做一个好像一个 做一个ending 美好的ending 然后不管是 对活动本身 或对我们所有人 参与人 都有一种 它特别不一样的 一种意义 对 那我会选择 西蒙鸟这张音乐专辑 当然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本身音乐 真的就非常好听 真的很好听 这个专辑 它是意大利的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两个男生 叫Radio Davish 你看他取这个名字 叫做Radio 就是收音机 Davish就是托波针 所以收音机的托波针 就是他们希望 透过音乐来传达 苏菲的那一份态度跟精神 好 那么回到就是西蒙鸟 其实我觉得苏菲 这个途径很有趣 大家都知道 它旋转 然后也大家知道 Rumi的诗 可是苏菲 这个途径很美 还有就是 他们好多 好美丽的故事 这个故事 都是一种预言 预言是非常有一种 怎么讲 一种metaphone 就是一种比喻 可是比喻就是 会让你好像 一种 透过这个故事 你好像能够 怎么讲 你会了然于心 会一种心灵神会 对对对 然后去抓住那个 背后他给你的那种 那种一种打动你心 然后久久 不会忘记的那份 可能是 礼物啦 真理啦 好 那我们回到西蒙鸟 这个故事 我们讲一下西蒙鸟 他是这样 在传统的这种苏菲叫修行 他们有所谓的 把人生就形容成 有七个山谷 就好像闻人的一生 或是你在修行过程中 你会历经七个不同的阶段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其实在传统的 不管是佛教 或是都有类似这样的 不同的阶段的考验 好 那七个这个西蒙鸟 他是这样 西蒙鸟 他就是在鸟界 就是以他们故事来 就是叫一种kimber kimber就是亡鸟 也就是大家所 哇 他们觉得亡鸟的存在 好像象征 就好像你会 如果怎么讲 就以人来讲 他会觉得 那亡鸟好像就是他们这个 所谓他们的这种叫kim 那kim的话一般来讲 就是会想要去靠近 或是想要去朝拜 对 所以他的故事开始就是 有一群已经活的 蛮久的一群鸟类 他们就常常会在一起聚会 然后他们总是觉得 人生就好像你知道 有些宗教他们人生 再怎么样 他就要去到 比如说 对那个回教 对什么 基督教他们 我们要去朝圣 麦加 我们要去哪里 耶路撒冷 在鸟类也是这样 他们觉得 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应该要去朝圣 就是要去 到那个亡鸟所居住的地方 那 可是这群人在聊聊过程 他们说 那听说那个亡鸟居住 是在一个非常危险 非常高的一个悬崖 然后有那么一个城堡 他居住在那边 那怎么到达 他们没有人有经验 所以他们就去探听之后 知道说 他们有一种鸟叫做戴胜鸟 这个鸟就是比较资深的 我常常说它是老鸟 老鸟意思就是 它有去过经验 那就邀请这个老鸟 为大家来说 怎么样可以到达 这个所谓的亡鸟居住的 这个地方 那这个 比如说你把他想象 那个聚会可能来了 可能几百只的鸟 不同的种鸟鸟 然后戴胜的开始讲说 我跟你们讲 你们虽然就想说 你们这一辈子 想要去那个地方 可是你们要知道 到那个地方 是有多危险 多困难 多怎样 他开始一一的数 他的自己的经历 然后发生了这个事情 对 可是他最重要的是 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过程 不是你们想象那么容易的 他要历经很多的困难 包括生命的危险 你知道他讲完之后 光讲完之后 就一半的鸟鸟就 飞走了 飞走了 不要是 就说拜拜 那其中 我觉得那时候 在讲这个文章吧 他说 比如说那个天鹅 我很喜欢讲 天鹅 你看它就很幼灾嘛 天鹅说 我觉得我只要在 我的湖边啊 我可以这样 悠游的在湖边这样子 不管就是游泳啊 或是这样 他就觉得 这样生活就是他要的 所以他没有必要冒险 那孔雀就更有 孔雀是 哇 我只要站 我只要站着 然后展开我的 那个孔雀翅膀 你看有那么多人 就围绕在我身边 所以 我觉得我也不需要 这样冒这样的风险 每一种不同的鸟 都有他各自的理由 所以就一半 就 就他们就 拜拜 就是 他们觉得 这个途径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不要 好 剩下一半 他们真的准备好了 然后出发 然后这个七个珊瑚 当然就遇到了很多 比如说 有强风暴雨 那强风 什么 就把鸟的翅膀 比较弱的 它就被折断 那折断什么 它就必须负伤 不能再前进 那像在第二 第三 还是第三根 是经历到沙漠 那沙漠就 没有水 你要很长久 所以有很多鸟类 就在途中 比如就渴死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样 一关到一关 那到 其实最难 最挑战的是 第五个珊瑚 这个珊瑚 是一个很美丽的 就像一个人生 你所没有办法 到达的一种 美丽的幻境 是 每一个人在那边 哇 好多鸟类在看 哇 这不就是我人生 最近好棒 这好美丽 这个森林 哇 有这么美好的 好像每一个人 都在那边 被深深的吸引住了 然后他们就决定 我不想前进了 我就想要待在这边 哇 你看这个森林 有那么美好的泉水 有那么美好的食物 然后有那什么 哇 很享受 然后反正他就停留了 那当然 在过程中 他还忘记 他当初 为什么要踏上这个旅程 他的 我们背后来看 是这样的意义 好 那一路上慢慢慢慢 最后 终于到第四个 第七个三谷 你要一开始 大概不是三百多只 更多 然后到后来 剩下一半 然后最后到达 这个所谓第七个 过了第七个三谷 来到那个悬崖 然后终于他们完成了 你知道总共剩下多少 剩下三十只 这三十只鸟 然后就到达那个城堡 然后大门有守卫 是 那种非常非常非常巨大 非常强壮的 看起来就非常威严的 这种守卫大鸟 在那边守护 然后这三只鸟 他们到的时候 这些警卫 非常欢迎他们 然后带他们 进入这个城堡 然后来到那个大厅 这个大厅很特别是 他市面都是镜子 然后守卫叫他们说 你们就在这边休息 静静的等待 他们就在那边 然后每一个人就是 一路上回想自己 哇 我这样子历经的这么辛苦 我终于到了 所以他每一个人心目中说 我终于可以见到王鸟了 我真的 然后那种 我想那种喜悦雀悦 然后还有包括那份激动 你可以想而知 然后他们坐着坐着 怎么坐了好久 好久 然后王鸟始终没有出来 然后他们看着彼此 然后再看着那个镜中 回向所看到的自己 他们终于慢慢了解这件事情 原来王鸟就是他们自己 好酷的一个故事哦 对 然后这个部分 其实我每次在工作坊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其实还有为什么 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主题 为什么会想要用西蒙鸟 来作为我们的 这个不管八小时 三十六小时 结束的一个最后的 ending的一个音乐 或是一个所谓 透过这个故事 想传递说 其实我们不管是 我们参与各种活动 或走内在的途径 其实就像在这些鸟 在追寻王鸟的过程 对 那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要到达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需要别人肯定 可是慢慢你会发现 其实真正最后 王鸟就是自己 其实你 You are the king bird of yourself 你就是你自己心中的王鸟 然后你 这王鸟什么意思 你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 艰辛的旅程 当你到达的时候 你就是找到最初跟最真实的自己 这个部分 那份态度跟精神 其实才是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 想要真正传达的 给每一个人 在灵性这个途径中 在苏菲旋转这样的道路中 其实都要带领我们走向 去追出我们内在的源头 那个最初跟真实的自己 当你到他这个源头 其实你就是你自己的 king 在我们苏菲有个咒语家 叫做 哎呀那个咒语 我才有点忘记 其他的就是 I am the king 那女生就是 I am the queen 我就是国王 我就是皇后 或是你要叛联的时候 就是你就是你心中自己的 最最伟大的 或是最最好的 最棒的 某种意识 意涵他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想传递给每一个人 实际上追求最后 其实最重要的 那个礼物就是在你的内心 那个就是你 你自己 而且那真 自己是无可取代的 所以这个西蒙鸟故事 就会成为我们36小时 一个很重要的 从音乐也好 从故事的传承来讲 都不断的在 跟提醒 也启发我们 别忘记我们所做任何事情 我们这样一路上这个追行 包括自己这20多年来 不过就是也是 在走内在源头去发现 那份最初 最真实自己的 那个 那份 那份所谓内在的一个泉源 是 听完洋葱大叔分享完 真的有一种 想要哭的感触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 真的都生活过得好努力 包括我自己也是 就是很努力的在过 自己要过的生活 很想要达到 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忽略掉 我们在努力的那个过程 每一刻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而且每一次 每一次可能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挫折啦 有些打击啦 或是一些考验啊 诶 你有没有发现 你好像都可以 一个一个的 度过这些难关 那 其实最厉害的 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 你让你自己 可以过这一重重 重重的关卡 所以 刚刚 杨中大叔分享这一个 要去朝圣王鸟的故事 其实真的是一个 一个非常寓意 很深的一个故事哦 那 其实在 听完这些故事之后啊 大家是不是对于 苏菲旋转 对于这个 苏菲旋转的 所有的传统啦 历史啦 还有这些 甚至像这样的 预言故事 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是不是会很想要来 参加这样子的 苏菲旋转的活动呢 那如果之后 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 或者是在 上一次的 在活动结束之后 可能会还有一些朋友 想要继续参与 苏菲旋转的活动 是不是有一些 机会 还是有一些工作坊 可以让大家来做体验呢 嗯 就是因为我们刚完成 36小时嘛 对 那我觉得 很多人其实应该 之后他们就已经在讲说 他们想要进一步的在 能够参与 苏菲旋转 更深入的 可能是课程啊 活动 那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 我刚从20年前就一直带领 我们苏菲旋转的老师 叫Videha 他是意大利人 那他现在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不是 9月份 我不是去北邑吗 对 然后参加他自己盖的 他盖的那个 灵性的那个 自己的一个 算是中心 对 那个 然后前两天他还送 送那个 传那个line照片给我 他那个地方现在下大雪 哇 然后他那个村庄很有趣 大概有十几栋房子 大概只有住 平常住只有 大概五六个人而已 哇 他自己一个人就住在那种地方 然后就在那边修行生活 那难得是他一月份要来台湾 哇 好棒哦 然后只台湾待不到 应该不到十天 还两个礼拜 然后就跟他商量说 我们可以来举办三天的工作坊 而且地点就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 复生理山 在那个大自然 那个很能够让你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气息的一个大自然场域 来共同一起跟我跟Rafika 还有我们苏菲好友们一起来经历三天的这个苏菲旋转工作坊 所以当然有些会想要深入或想要接触苏菲的朋友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如果错过这一次那就等到2024年 年底之前或许我跟Rafika 我们会看在台湾有没有机会再举办类似的活动 那预告一下我们明年应该五月份会再到这个大理 大理会去开办也会开办这样的一个苏菲旋转工作坊 但是对台湾的朋友来讲可能就会稍微比较远一点 但是这个部分对内地啊 大陆内地可能是一个机会 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会有很多的内地的朋友 如果他们有机会听到的话 也欢迎他们到时候 能够大概关注我们的讯息 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就有缘再见 然后共同来在苏菲旋转这个途径中 共同相互的一起共修 然后共同的鼓励一起支持 然后共同前进 大概是这样子 哇所以大家如果对苏菲旋转有兴趣的朋友们啊 真的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哦 听说是一月份 对吧一月份的时间 是的 一月份的那个五六日三天这样子 哦太棒了太棒了 那相关的讯息啊 就会大家可以参考这一集的节目资讯栏 跟风潮音乐心灵课程粉专的活动资讯 感恩杨松大叔和听众朋友们的分享 杨松大叔与他的苏菲好朋友们在2023年岁末举办的这一场美丽又特别的36小时苏菲旋转接力活动 未来杨松大叔有参与类似的灵性活动或是学习也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 邀请大家持续锁定播把洋葱大叔哦 节目最后邀请大家一起来收听一首由洋葱大叔创作的曲子 取名为《日出旅程》 收录在洋葱大叔2020年发表的专辑《六十十六》 在这张专辑中可以一次听到洋葱大叔横跨20年八首畅销单曲及三首新作品 再次推荐给大家 祝福大家在听完今天这一集节目 准备好你的心情迈向2024年 需要动力往前的时候呢 记得随时回来收听播把洋葱大叔 特别是今天播出的这首曲子《日出旅程》 绝对让你动力满满哦 想要进一步了解苏菲旋转最新课程和活动 欢迎洽询风潮音乐心灵课程粉专 我是创梦大叔洋景葱粉专 欢迎大家来加入 感谢你的收听播客平台的新朋友们喜欢节目的话 欢迎订阅收听 欢迎追踪播把洋葱大叔IG与风潮音乐心灵课程粉专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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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